发现和分享手工的喜悦 这里是恭喜手工实验室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清晨 民国风 复古手腕碗袋的勾编制作教程 线材采用竖心纱扁带线 相比一般的毛线 成品不易乞求且有韧性 采用成品包底 并搭配天然疼手腕及帆布抽绳带 特殊的针法打造出编绳的效果 简约复古 已不时高级感 有两种配色可选 具体配色色号和勾针型号 参考材料包详情页面 包身部分在成品包底上直接进行勾制 环转向上勾制七圈 最后再固定手腕即可 接下来进行具体的演示 我们先来看一下包底 包底可以分为四边 这样平直的上下两边跟左右两侧弧形的两边 弧形的部分一共有十一个动眼 去掉弧形的部分上下一共是十五个动眼 大家先了解这个部分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进行起针 将线在左手小指上绕一圈 从食指和中指间穿过 用左手的大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 右手拿起勾针 勾针放在线的后方绕线 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 勾针再次绕线 拉出 拉紧 这样起针就完成了 接着取出包底 将由脚钉的这一面朝向自己 从横向的最右侧的这个动眼 入针 绕线 拉出 将起针的线头放在中间 这样可以收进去 接着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绕线直接拉出 这就是一个短针 我们在这个短针上翻 V字形的两根辫子上 放一个记号扣 也就是勾针下方的这个两根辫子 这就是短针的针目 接着勾针穿过下一个动眼 注意起针的线头放在勾针上方 绕线 拉出 同样 再次绕线直接拉出 勾了第二个短针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在每一个动眼上 都这样子勾一个短针 直到完成这一圈 这里已经完成了全部的短针 我们找到记号扣标记的第一针的针目 可以先取下记号扣 勾针穿过这个针目 也就是V字形的两根辫子下方 绕线直接从所有线圈拉出 拉紧 这是一个引拔针 尽量拉紧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一圈 接着我们勾一个锁针 作为第二圈的起立针 在刚才引拔的这个针目 也就是第一圈的第一个针目 勾一个短针 在这个短针的针目上 放一个记号扣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勾七宝针 七宝针的针法十分特殊 先将线圈拉长到3.5到4公分左右 长度可以自行调整 这里可以先用勾针测量一下固定长度 接着勾针绕线 拉出 不要拉紧 接着将勾针穿过 刚才线圈和这根线之间 绕线拉出 再次勾线直接拉出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个七宝针 用同样的方法 将勾针上的这个线圈 拉长到和刚才第一次的七宝针 一样的长度 可以再用勾针的前端 来测量一下确保 接着勾线拉出 再次穿过中心 勾线拉出 勾一个短针 这就是第二个七宝针 接着我们要让七宝针 形成我们想要的碗带的花样 跳过下方四个短针 在第五个短针上 勾短针 接着 再勾两个七宝针 同样的方法 拉长线圈 松松的绕线 拉出 在中间 勾一个短针 这是一个 再勾一个七宝针 拉长线圈 绕线拉出 七宝针的重点就在于 尽量每一针 拉长的线圈 都差不多长就可以 稍微有差异 也不太影响 接着跳过下方的三个短针 在第四个短针上勾短针 注意刚才第一个是跳了四针 这里是跳三针 接着 继续勾两个七宝针 跳过下方四个短针 在第五针上勾短针 这里第一个组合和第三个组合分别跳过了四个短针 中间的组合是跳过了三个短针 这是为了最后形状的对称 接下来完成两个七宝针 跳过下方的三个短针勾短针 弧形的部分都是跳过三个短针来勾短针 直到另一个平面的边跟刚才一样 第一个是跳四个短针 中间是跳三个短针 接着也是跳四个短针 和另一侧是镜像对应的 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完成余下的部分 这里完成到剩下最后一个组合 最后一个组合要先完成一个七宝针 接着我们要用中长针来和第一个短针连接 钩针绕线 穿过短针的针目 绕线拉出 拉长到和另一边的七宝针一样的长度 钩针上有三个线圈 绕线直接拉出 再次绕线拉出 固定住这个中长针 这样就完成了第一圈 我们可以将记号扣取下 接着我们要先勾一个短针来作为第二圈的起立针 勾针穿过刚才中长针这个针目的下翻 勾线拉出 勾短针 注意这里要记得放记号扣 接着开始勾七宝针 这里我补放一下记号扣 大家一定要记得放记号扣 接着完成第二个七宝针 接着找到上一圈 第一个和第二个七宝针之间的短针的针目 勾短针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零形的丸格 接着直接再勾两个七宝针 在下一个两个七宝针之间的短针 勾短针 这样连接下去 这里应该注意到七宝针的长度 决定了最后晚格的大小 长度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做细微的调整 完成短针 第二行就是这样形成零形的格子 这里同样完成到最后一个组合之前 这是完成后的样子 之后所有圈数的最后一个组合 都是由一个七宝针和一个中长针形成的 完成一个七宝针之后 在开始时的记号扣的这个针目上 勾中长针 勾针绕线 穿过针目 绕线拉出 拉长 再次绕线拉出 再勾一个锁针固定 接着在中长针的针目上 勾一个短针 作为第三圈的开始 记得放记号扣 这样每一圈的开始的位置 其实会不断的向右移一个组合 大家应该有发现 这样慢慢的会向右移 这个没有关系 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 一共完成七圈 这里是七圈完成后的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起始的位置 这个记号扣是第二圈开始的位置 接着不断的向上向右 这是第二圈 这是第三圈 一直到最后 这是第七圈 已经完成了 这是完成的位置 接着我们要固定手腕 手腕的话 两侧要流出两针 不固定在手腕上 所以这里我们要先在两侧 找一下对应的位置 转到侧边 在侧边的这个中心 这一针 垂直的往上找 注意是中心的这一针 垂直的往上找 找到中央的这个短针 先放个记号扣 另一侧也是同样的 从中心这一针 往上找 在这一个短针上放记号扣 这样子我们侧边的这三针之间 也是用更长的七宝针连接 而不连接在手腕上 接着我们取出手腕 然后将它放在枝片的后方 这个手腕我们会先固定 左边的小半部分 另一半部分等绕回来 再一起固定 将钩针穿过短针的针目 和手腕的下方 绕线拉出 勾一个短针 接着将钩针直接绕着手腕 勾四个短针 看一下 这是完成之后的样子 接着找到下一个两个起宝针之间的短针 针目穿过去 同时穿过手腕 勾短针 接着我们看到下一个短针 就是我们做记号的这个短针 所以我们手腕的部分就要跳过这里 我们直接勾一个特别长的起宝针 拉长线圈 这个线圈的长度 大概是 菱形的对角线的长度 也就是这样子 拉到下一个短针的位置 那么长 接着在记号扣这个短针上勾短针 这样就形成一个侧边 记号扣这个短针到下一个短针的这里 同样是用一个更长的起宝针连接 这样子等于让侧边的顶端是由两个菱形的一半 也就是三角形来形成的 这个起宝针跟这个短针连接的时候 我们要让它同时固定在另一个手腕上 这是对侧的手腕 同样将手腕放在枝片后方 穿过短针 同时穿过手腕下方 绕线勾短针 这样就固定住了起宝针和手腕 接着勾四个短针 注意这四个短针是直接勾在手腕上 然后找到下一个起宝针之间的短针 穿过短针再穿过手腕固定 大家应该已经知道规律 就是每两个短针之间间隔四个短针 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这一侧的起宝针的固定 到了下一个记号扣的位置 勾一个特别长的起宝针 在记号扣的位置勾短针 再勾一个同样长度的起宝针 固定下一个短针的同时 将这个手腕也固定上去 这手腕我们开始时固定了一半 接下来将它连接起来 同样往下用同样的方法固定好每一个短针 最后四个短针完成后 找到一开始时第一个短针的遮目 引拔 稍微拉紧 再勾一个锁针固定 留一小段线头 断线 接着我们将线头在字物的里侧 将它收集针 大家可以多收集针 之后修剪掉多余的线头就可以了 整理好之后 我们将帆布的内带放进去 帆布内带不仅提升了收纳的便捷程度 它也可以很好地 衬托出我们这个碗带的特色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一款清晨民国风 复古手腕碗带的勾编制作学习 恭喜手工实验室 感谢您的观看